大家好 因为我们刚才的话呢 就是我特别感觉到有意思的 就是刚才讲Kamada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同学问了这个融灾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和架构师永杰 我们一块呢 跟大家刚好要讨论的就是这个融灾的话题 那简单介绍一下呢 就是我自己呢 是这个GIP科技的创始人 那我们GIP科技呢 核心的团队呢 是IBM以前做云渊生存储的团队 然后呢 我们目前呢 非常专注在云渊生的业务连续性的解决方案 包括说备份 容灾 迁移这些场景 这是我们公司非常专注的这个领域 那刚好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想这个很快做一个调研 就是咱们来这儿的同学 现在有多少在咱们公司的环境里边 已经在生产环境 把K8S跑起来的 我想问一下有多少同学是这样 OK OK 好谢谢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刚才举手这些同学里边 咱们有哪些公司已经去采用了一些业务连续性的方案 比如说备份啊 熔灾或者双活这样的一些方案已经采用了 OK 这位同学呢 我们下来其实可以多聊一聊 那确实来讲的话 从我们在国内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整个的话呢 Cubernetes上生产这个速度呢 还是会非常快的 包括我们的客户也会包括说 像这个金融这边的银行保险证券 然后也会有些大型的制造业的企业呢 其实这块的Cubernetes上容器 不是上Cubernetes 然后呢到生产环境啊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案例 那接下来讲到一旦我们的这些工作负载 核心的工作负载上到容器的环境之后 那我们就要去解决的啊 就是这个业务连续性的问题 那包括说备份熔灾啊 那这样 那刚才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Kamada同学呢 也分享就是利用Kamada啊 当然除了Kamada之外 还有其他的这种多云管理的这样的一些组件 或者多群管理的组件 我们通过这个应用的多发布啊 或者是多个站点的这个 多个站点的这个集群的接管 是可以去实现这个部分的熔灾的功能啊 但是呢 这里边呢 会有一些场景啊 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用户 现在还没有用这样的一些多集群管理的软件啊 那我们也有这个生产的集群在上面 我们怎么样去做熔灾 那第二块来讲的话呢 当我们在容器上不光光是这样一些无状态的应用 而当我们有了 比如说 我有些数据库啊 MySQL啊 PGA啊 Mongo啊 还有我一些挂的一些数据券的NFS 我的一些应用跑在上面之后 我的数据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同城或异地的熔灾 那这块来讲的话呢 其实啊 包括我们在看全球来讲的话呢 这块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领域 啊 那在这里呢 今天呢 我们也是希望说 记住我们公司过去两年多 在国内帮客户做这个 这个熔灾方案的实施的这样一些经验 啊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 我们今天这三个部分呢 我会来去讲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来讲的话 这Cumulis 熔灾道 它的一些挑战啊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需要去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那接下来讲的话呢 就是会有永结呢 然后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一些比较干货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在真正在去做这样的 熔灾方案的时候 会采用哪些技术的方案啊 包括说我们在改善RPO RTO 这两个熔灾最重要的指标的上面的话 在Communic环境下 有哪些最佳的一些实践啊 包括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啊 啊案例的一些分享啊 那第一块来讲呢 我不确定就是有多少同学知道这个网站 KBS.af啊 那这个的话 如果是咱们有是做KBS运维的同学呢 我觉得这个网站的话 其实大家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它是蛮有意思的话 它是把最近几年来公开的KBS集群故障的这个事故啊 都给收集起来 包括说围绕这些事故的这个原因的分析啊 以及是说那个后面的话呢 怎么样来去改进 那就是有很多是这个非常知名的这种超大集群的 或者是公有云的这上面的一些故障啊 那这个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看下来来讲的话呢 就是从KBS集群来讲 它本身呢是有很强的这个健庄性和高可用 内建在里边的 那一般我们看到的KBS集群的故障呢 那多数会出现在比如说我做这个集群的升级啊 或者说我做一些集群的一些配置变更 特别是网络相关的变更的时候 有很多人为引入的这样的一些原因 包括结合会触发一些软件故障 导致说我的KBS集群的一些啊 一些这个当机 那当然来讲的话 从这个业务联系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就考虑的不光是单集群软件这个环境 而且可能会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房的故障啊 自然灾害 那包括说这种区域性的断网 那我们就是包括像公共云的这种可用区的这种网络故障 我觉得其实呢也都不是说没有发生过啊 所以说呢就是啊 从这个保证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业务能够正常运行的角度 我要讲我们还是要去去构建我们的这个业务联续性 那从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实践 以及呢我们看全球的这个最佳实践的角度来讲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建设路线图呢会分 从一到南啊会分这样三个步骤啊 那最简单的来讲就是我去做备份啊 不管是说如果是我的这个比较简单 那我可以做KPS集群的EDCD的备份啊 我能够实现一个本地的高可用 然后呢如果说我有应用在上面包括有数据 那我可能会去引入像Valero啊这样的一些工具啊 来去帮我去实现这种应用的这样一些备份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会有更复杂的这样一些场景 那我们可能会去结合平台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一些商业化的一些方案啊 来去做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备份的方案 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备份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联系的一个保障 那它的适用性也会比较强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种商业化的方案 对于主要部署在KPS工作负载啊 都能够去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备份 那同时呢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当然来讲它的问题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一般从备份的角度我们都是一个小时级或天级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一些特别关键的业务的话呢 它没办法去做到这种秒级或者分钟级的这个业务联域性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考虑引入这个荣灾的话题啊 那荣灾来讲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认为它的原理来讲的话 跟备份啊 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我会把在一个站点的Community集群本身 或者说我的这个集群里面的应用的配置 还有我的数据呢 都会及时的同步到另外一个站点上面去啊 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相对通用型的方案 那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看到的话 就是客户不愿意去修改自己的这个应用的发布流程 比如说因为比如我们像Commata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大多数的这个这个你的API是不需要去更改的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多情形方案来讲的话 它其实对用户的这个应用发布流程呢 这些其实还是有很很大的一个这个修改的啊 那这块来讲对很多用户来讲就会有一些障碍 那从一般的熔灾的这个方案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通过这种资源和数据的复制的方式 来去实现的话呢 基本上会对用户的原来的发布流程 或者说它的主站点的管理流程 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干扰 相对也会是一个通用性的方案 然后再最后的话呢 就会说那有些用户我提到呢 就是基本上是领导一般会去拍这个 我就是要这个双活 0RPO 0RTO 就是我的这个一个站点故障 我又对我业务完全没有影响啊 那很多时候领导会去拍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来讲的话 在传统的层面来讲 要去实现一个真正的双活方案 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我自己在IBM的时候呢 曾经全程参与过工商银行的这个 双活的这个方案的这个 整个的设计和实施 历史很多年 花了很多钱 成本非常的高 当然来讲的话 工商之后的效果也非常好 它就能够做到一分钟以内 就是说我的业务从它的这个生产站点 到这个这个当时上海的另外一个 这个高可用的站点的一个切换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就是我只是交易会停一分钟左右 但是我的查询的业务是不受任何的影响啊 所以那个是做到这个真正的这种双活的这种场景 我们到了云烟生的环境的话呢 就是我相信大家去搜这个云烟生加双活这样的一些关系去搜的话呢 就会感觉到就铺天盖地的 说我好像到了云烟生的环境有了Cuburnace 有了这样的多机型管理 我就天然我就可以实现这个双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可能还会有些误区 那如果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应用比较 比如说本身已经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应用 它本身就是可以适合这种跨机群的部署 并且是无状态的 这种场景形象的话 我们不管是说通过多机群的这种方式 或者说通过我们自己的应用双发布 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流量管控 基本上来讲你确实是可以实现一个双活的效果 但是从真正的端到端的方案上来看的话呢 双活依然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 因为你不光是说我的流量层的流量切换 包括说我应用层面的这个应用逻辑 我能够做到一个分布式 两边的话能够去并行处理 那还有包括说你的中间键 你的数据库 还有你的这个MatchEQ 这些的话能不能够去实现 这个两个站点的这个双活的配置 那还有呢包括说我们的存储 你的数据在两个站点是能够做到双活 所以说呢它还是一个端到端的 一个比较复杂的方案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就是很难说在这个基础设施层面 有一个通用的方案 能够去做到针对所有应用的双活 那我们一般的最佳实践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会建议用户呢 会从基础的这个原生的备份和融栽 来去建立你的业务连续性 然后呢针对个别的关键应用 我们可以针对应用来去做端到端的 这样一个双活的方案 这个是我们一般推荐的这样的一个 业务连续性的一个建设路线图 那回来讲的话呢 今天的话我们会比较专注在融栽 就中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高供用的这个方案上 那融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跟传统的融栽相比的话 到COMEX环境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不一样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因为COMEX它是一个完全服务应用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 所以说呢我们包括做融栽的设计的时候呢 像传统的融栽 大家都要去做这个 比如说这个两地三中心 这个机器要对称 然后呢主要来做机器和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融栽切换 但是到COMEX环境来讲的话呢 我们融栽的颗粒度 或者说我融栽的这样一个对象 很多时候是以应用来去做这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融栽切换为目的的 那这里的话可能会包括单个应用 或者说一组应用 或者说我的集群 或者多个集群里面的应用的同时的切换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讲到既然以应用为中心 我们都知道 我在COMEX里面要去问行一个完整的应用 我会包含说我应用的Docker Image 对吧 我会有自己的镜像 然后我们会有应用的YAML File 我们的一些配置文件 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应用的数据 PUC的Data 那这里边的话呢 就相对你从融栽的流程上呢 你要去协调 我跟这个应用相关的所有资源 它的跨站点的同步 以及我在切换的时候 所有的资源都在那边能够端到端的切换过去 能够完成我的应用的端到端到拉起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如果再叠加上 我们在COMEX上 你可能会有几十上百个应用 你需要同时来去做这样的切换 我的应用之间可能还会有些依赖性 那这里呢 就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复杂性 所以这是这个在COMEX上的融栽设计上 其实会有更复杂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来讲的话 对多数的融栽方案来讲的话呢 最难的地方永远都不是Good Path 而是说在融栽的环境里面 你会遇到像Rolling Disaster 就是你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块坏的 你可能是比如有的时候是网络先坏 有的时候我是存储先坏 有的时候服务器先坏 在这样的场景下 你只能够处理这种异常的这样一些场景 然后第四个我觉得也是说 到了原生时代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传统做融栽对应户来讲 一定是对称的 左边VMR 右边一定是VMR 然后你如果是左边的话 比如说是以前的这种小鸡大鸡 右边一定是小鸡大鸡 它是这种非常同构的这种架构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一些客户的一些场景的话 比如我一边的话 我可能是说我用的这个社区版的这个Coinis 或者是这个自建的 然后我在另外一边融栽 但是我可能的话就逐渐开始引入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Coinis平台 然后也有可能的话 就是我一边是私有云 一边是公共云 或者说我们见过有在两座公共云之间来做这样融栽的一些场景 所以说从融栽方案的设计角度来讲 你需要能够去做这种一构的这样的一个融栽的设计 这里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那这里的话就是说 从我们过去的经验的角度来讲 一般来去做这样的方案的话 会有一些通用的原则 那首先第一个来讲 就是呼应我们一定是以应用为中心 来去考虑整个的融栽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一般很少会去讲Coinis集群的恢复 融栽恢复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在Coinis环境没有意义 举个例子来讲 你在本地利用现在的一些自动化的工具 或者如果你在公共云上可能10分钟 你就一条命令拍下去 就一套Coinis集群就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对用户来讲的话 你其实更有意义的来讲 是我的应用和我的数据 怎么样能够完成这样的融栽切换 那所以这块来讲的话 会是一个这个设计的原则 那第二块来讲的话 就是说流程化和自动化 这个其实是连在一块的 那这里边的话 就是特别在多数的这种灾难发生的场景下 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运维的团队来讲的话 它的压力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是你的融栽流程是一个实业的融栽的 这个我们叫这个menu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很多时候的话 在这个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大家很多时候的话 这个很容易会出现人工的一些错误 所以说在这个Coinis融栽的这种场景下的话 和传动融栽一样 我们都希望能够你构建这个方案 要去把它流程化出来 然后相当于我在特定的一个环境下 我只能去做若干个动作 这些动作非常的明确 来去方便我们的运维人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他要去做出这个决定 并且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就是说一定是需要自动化来去辅助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的荣代方案来讲的话 是说我不改变应用现有的发布流程 那我在生产站点可能会持续的来做应用的发布 那我们有很多时候的话 我可能会针对一些应用做微调 我会打一些label 我会做一些config map的调整 那这些信息我需要能够自动化的捕获下来 然后复制到远端的站点 这样我在远端站点恢复的时候 能够自动把它恢复回来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标准化 标准化的话其实来讲的话 对于我们在这种异购环境下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里边就会提到 我们前面有些用户的在入到荣灾的时候 会用ETCD的这种方案 我把一边的ETCD背下来 然后我希望在另外一边把ETCD导入 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实现荣灾 基本上都是不成功的 因为就是说ETCD的话 它对于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案 在你的基础设施都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是基础只是一个节点挂了 或者说我改错了 或者一些配置的问题 那我通过重建基础把ETCD导入回来 那我觉得这个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但是如果是我换了一个环境 然后你去把原来的ETCD导入的话 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比如说它跟很多节点相关的 比如说No Name 或者我的一些IP的一些配置 或者很多这些相关的问题 你都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些处理 我们自己经历过的 基本上没有一个客户 通过这样的方式做融洞 还是成功的 所以说这块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从标准化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说 你可能会去用一些更标准的方式 从KBAS API server里面去extract 你的应用相关的一些配置 然后再做另一边去做恢复 而不是直接来去做ETCD的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这种档坡也导入 那我们下面的话 再去介绍一下就是具体的 因为融栽的它的这个方案的话 很难说是一个单一的产品或者组件 就是我能够 我把产品亮出来 大家把产品一步上去 就把那个融栽的方案就可以解决掉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今天的话更多的还是来去分享 我们在融栽设计的时候 你需要去考虑这不同层面 我们可以用哪样的一些技术来去解决 它到最后一定是一个solution 我会用不同技术的组合 来去根据客户 他对RPO RTO的要求 还有客户的业务的情况 然后来去给他打造一个 合适的一个融栽的方案 那就是流量切换这一层 我就不讲太多了 因为这块来讲 会跟每个客户他的这个环境 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方案 那就是相对来讲 通用的话 我们一般会去看三个层面 就是包括说应用层面 应用层面的同步来讲的话 就是包括说我们用这个divose的方式 然后在双机群同时来去做应用的发布 这是一种 那这种的话 它的问题的话 就是说它一定要求我们的企业 这个divose流程要非常的严格 也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应用后续的任何的变更 比如打label 或者我做一些tent 这些所有的一些操作 你都必须进到你的GitHub的里边去 就说我要一定把这些东西都tack回来 这样来确保对我这些变更不会丢失 然后还有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用volero这样的一些方案 volero来讲的话 是基本上社区唯一的一个开源的解决方案 目前也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标准 它来讲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去capture 我们在这个cumets里边的话 所有的应用和应用变更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用volero的这个备份恢复的机制 然后来去把所有的应用的信息给捕获下来 然后这是应用的部分 然后再到数据券的部分 数据券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社区它还没有说有特别标准 或者通用的方案 那这里的话 我们自己的实践下来的话 我们会有这样几种不同的配置 会根据客户它的环境或者RPO R2的情况 会去做调整 第一种来讲我们叫Restig 包括volero它其实也有封装Restig 来去做一些数据券的备份恢复 这个的话它的好处是说 它基本上不挑环境 比如一边是阿里云一边是腾讯 两边的存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它一样没问题 或者说我的网络没法是直通的 我在中间 比如说我只能连到一个中短的备份存储上面去 那这种也OK 那所以说Restig它的好处是说 它这种灵活性特别的强 但是它的缺点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通过我备份 然后在另一边做恢复的 这样的方式来去实现 并且它的恢复是没法去做增量恢复 所以说在RPO R2方面的话 是有它的劣势 然后第二类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会通过像Rsync Rcoin 包括说像国内像Juice JuiceFS也会有些文件同步一些工具 我们可以做文件同步这样一些方式 那它们的这个缺点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要在两个Cumet集群之间 打通过的直连的网络 这个是对很多用户来讲是有挑战的 当然也不排除我们有些客户 就是它一开始的 就是大二重的网络 发展点都搭好了 那这种的话 就可能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对于一般的客户来讲的话 如果你的环境比较复杂 你想要能够去直接的 跨两个站点的Cumet集群的网络 去做数据传输 还是会有一些挑战 然后第三个来讲 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客户的这个环境的话 对RPU RTO有很高的要求 比如说我一定要零出去 比如RPU等于零 或者是说我的RPU要做到这种秒级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我们一般推荐的方案 还是会你用两边用一样的存储设备 然后会利用存储设备的 它的同步复制和一步复制的能力 然后通过就是我们在Cumet上的一些框架的集成 能够去实现这样的一个DRPUR和DRQ的方案 然后这是应用和数据的部分 是非常Core的部分 然后在底下还有镜像 镜像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也比较简单 因为目前来讲 私有的云的环境界 大家基本上都用Hubber 因为两边都Hubber 那就是并且你的网络可通 那就Hubber这些replication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 就是说你公务员和私有员这种产品 比如你公务员 你有公务员的registry 然后你私有云的话你就用Hubber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要自己去写个脚本 然后去通过把镜像 然后先拉下来 然后再同步过来 那还好的话 就是说它对RPURTO的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一般应用发物 我们见到客户最频繁的 大概是两天做一次 就是不太或说有我几分钟 就要去发一个新的镜像 这种情况 所以说就是你通过这种线下的话 我通过写一些脚本 然后来去做镜像导入导出 那这种其实可能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大概是一些技术手段 我去做不同层次的 容灾切换 我会有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技术手段 那你把这些技术手段给串起来 我做成一个完整的容灾方案的时候 这里边就会牵涉到两个方面的规范化 一个就是说流程的规范化 那从容灾的切换的流程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有这个计划内切换 就是说我这边的话我会要做站点的维护 所以说我会有确定的时间点 我可以去把这个深站点停下来 然后切到这个容灾站点去 然后包括说故障的切换 就是我一边的站点真的挂了 或者网络不通了 我需要去切到另外的这个容灾站点去 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容灾演练 那容灾演练就包括说我的这种实战的演练 也包括说我就是沙香的这样的演练 你需要把这些流程的帮用户都定义出来 然后在每个流程中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一定要去规范化它的动作 规范化的动作的话 就比如左边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方案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的状态机 那这状态机的话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在一个状态下 比如说我是在这个正常的 A到B站点已经保护的状态下 我允许用户做的操作一定是固定的 你要么就是只能做容灾的切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用户 在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需要去做决定的选项 以及他要去做的这个操作 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和简单 然后就是用户选择做切换之后 整个的切换的流程 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 镜像怎么切 然后我的数据 怎么样在目标端准备好 然后怎么样在应用的目标端 全部拉起来 这些过程全部都是 由我们的自动化的流程来去完成 好 那那个时间关系的话 我这边的话 就是从一些比较粗的概要方法论的角度来讲 介绍到这儿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永杰 那他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技术层面 我们怎么样来去改善这个容灾的RPURTO 好 好 多谢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上海技术科技的郭永杰 那接下来我会去介绍一下 我们在实际跟用户的场景里面 跟用户交流里面 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里面 总结出来一些具体的一些最佳实践 以及我们后面分享两个 真实的用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技术方案 那个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容灾里面 就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RTO 一个是RPO 那RTO就是Recovery Time Point 它其实通俗来讲 就是我的一个整个业务系统挂了 那我多快的时间把这个系统恢复回来 那这个来讲 其实对用户来说 就是我们肯定希望越快越好 或者说压根用户就体会不到 这个中间的这个故障处理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根据就是用户的环境 来去看这个怎么样能缩短 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过程 那特别针对我们的就是容器化的这个环境里面 那我们应用起来的话 一开始会需要做这个 比如说资源的部署 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进行的拉取 再之后还有跟数据券 比如绑定关系 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个有状态应用 那这几个环节是我们一个应用正常起来这样的流程 那我们从这个缩短这个RTO的这个角度来讲 那这块的话我们针对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一些对应的一个处理 那第一块 第一块来讲就是我们再去部署或者同步这个用资源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有两种手段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生产站点这个应用部署完 我们会定期地把这个资源都会去 我们说同步到我们的生产站点 同时是直接是把它给部署在我们的集群上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应用切换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再去做一些类似于Cube 那个Cube Applied的这样的操作 那这个会降低我们中间的这个K8S的这个应用上启动时间 那这块来讲的话我们也会细节上来讲会分两种情况 如果我们的应用可以同时支持 我们在生产站点跟这个融资站点都同时运行起来 那这个是有些应用是可以支持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融资站点就把这个应用就是相当于运行起来 它只是没有去就是收到我们的业务请求去处理 那这个是一个最佳的情况 那很多时候应用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融资 那它的实力有可能就没法说我同时在两个站点 或对应的共享的数据库上起两份我的应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它的Replica 比如说 set 成零 那我们在融资切换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Replica State for Replica 或者Deployment 把它快速起起来 那这块是针对应用的一个 应用资源准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看到很多EU系统 特别加的系统 它整个进行包固比较大 就大于G级别的这样的镜像文件 其实在这个企业环境里面还是挺常见的 那我们在切换的时候 再去起这个镜像 再去拉这个镜像 其实这个速度就会很慢 特别是我如果整个站点 一个集群去做整个Failover的话 我可能有上千个Pod 同时要去拉镜像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Harvard 其实扛不住这样的流量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预先去优化我们这个镜像的 这样的一个拉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这一块来讲 我们有一些技术手段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 这个应用可以跑起来 那我们就事先把这个应用 就起在我们的这个 融在这个集群里面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些预判 就是对一些 特别一些 有些我们的一般的生产集群的经验 会规划一些 这个我们叫节点池 或者漏的组 那会把我们的业务区 和这个节点有一个 亲和性的这样的一个绑定关系 那我们可以在融在站点 事先去把这个镜像 我们说做一个warm-up 它的一个效果是 我在搭起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的镜像其实已经在 我的这个本地节点的一个 开始里面 所以就很秒极地 就可以把这个应用提起来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我们也知道 社区会有些镜像加速的方案 那像Dragonfly这样的方案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在 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使用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实际的用户环境里面 除了这些方式以外 我们还会去监控它每一次 这个应用起来的整个的时间流程 那去做一个这个实时监控 我们的测算 我们找到一个最短 最长的这样一个路径 让它去定点地去优化 这一块的这个时间消耗 那第三点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有数据的话 特别有专业应用像Micycle 上一些这个卡夫卡 那这个在容器里面用比较多 那它在起整个应用的时候 它需要先去跟这个PVC绑定 那这块我们其实在整个就是 正常的这个同步的这个阶段 我们会优先地在后台 去把这个最新的可用数据 跟它的PV做一个准备关系 就相当于我在切换之前 我一定是在我容赞站内 有一个可用的PVC 那我在做整个应用Natch的时候 我是很快地可以把这个PV跟PVC 做一个绑定关系 保证我的PVC是一个Ready状态 那我这个时候就会去这个 整个这个应用期以来 会跳过它中间的一些 这个动态绑定关系 和分配的一些时间 那这个整个是我们整个 就RTO的一个优化思路 那可以给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在如果按K8S原生的 这个切换后应用Natch的时间 一般我们可以测下来 在10到15分钟 但是我们通过整个 这个几个环节优化 我们很多时候 对一些核心应用 基本上可以在秒级 和分钟级的速度 可以把它切起来 所以这个会很大程度上 对整个用户的这个 融栽切换时候RTO 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优化 那第二块的话 其实就是融在里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前面我们把应用很快地 能提起来 那这个是相当于我们能提供服务 但是这个启动起来的 这个应用的当前的数据状态 是什么时候的 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是 这个故障发生前五分钟 或者故障发生前一个小时的数据 那对用户来讲 他肯定是期望我这个数据 是没有丢失的 就是我故障前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我现在重新起来后 也是同样状态 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 大家的目标 但这个目标呢 其实就跟我们的整个基础环境 是有很大的关系 就比如说我中间的这个 荣灾站点跟这个 就是我们传统讲的同城 两地三中心 为什么有两地 为什么同城 又有异地 那它的中间的网络带宽 它中间的数据复制的这个效率 等等这些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会对我们的整个的RPU 会有一个限制 那因此呢 我们今天分享 主要是从这个数据券 或存储这一层来去 把我们总结的一些方案 来去做一个这个呈现 那第一块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有很多用户 其实它是 比如说像金融行业的用户 它其实已经是有这个基础设置 我有同城的这样的站点 独立机房 底层的这个存储 这个网络也都是 在这个虚拟机时代 其实也都是已经可用的 那在容器的这个环境里面 那我们可以利用 已有的这个技术环境 比如说共享的这个存储 这个延展的这个 同城的这个分布式存储 或者说我们一些高端的 这个同城 NAS这样的一些方案 那在这个方案里面呢 其实数据的本身 它是已经是跨站点的 在分布在我们的存储之上 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容灾切换的时候 把这个容灾站点上的数据 能够很快跟我们容器里面的 这个应用能对起来 其实这里主要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PVC跟backing关系 那做到这个以后 我们就很快地可以把这个数据 能够在这个容器站点 应用起起来的时候 它还是就是呈现是 当时故障前的状态 那这个呢 就是方案限制也是有的 比如说我一定是这个环境里面是 同构的这个存储 并且同存储是支持这个 同城的这个就是跨机房的分布 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另外一类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技术环境里面比较常见的就是说 还是同构存储 但是呢我 因为中间的这个就是 网络的限制 它没法做到说严格这种双活的 这样的标准 那一般会做这个异步的 或者同步的数据复制 那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基础测试上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要去 我们的有状态应用 比如说我们MyCircle 我们要去把这个数据卷的 这个就是复制关系 利用存储的复制关系 对接起来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方案里面 我们开发了一套整个的 数据复制的一样框架 那它对上来承接我们 容器环境里面的数据卷 那对下来讲 去承接这个数据库 对下来讲 我们去承接这个存储 我们利用一些标准接口 比如说 我们在存储里面 缴这个数据卷 复制关系建立 复制件的数据占停开始 然后反向同步等等 把这样的一些标准接口定义出来 然后来对接到我们的这个 记录设施里面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其实我们整个效果上 也可以达到这个RPU 零或到一个分钟级的 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那假设我们的这个环境 因为这两个还是跟环境 有一定的这个墙绑定 那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 用户其实没有这样的同购系统 或者用的比较新的这个 原来没有考虑到这个原来的 我们的站点 那它的一个方案来讲 就是很难说 很多时候受经费的限制 我很难说再采购一套相同级别的生产存储 那可能是用Ego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生产环境 用这个商用的存储 那我的农在环境 可能就是一个自建的这样的一个NAS 或自建的NFS环境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来讲 我们没法利用Ego的基础设施 那这里我们推荐的方案来就是说 我们通过文件级的方式 来去做这个整个的数据券 或数据的复制 那我们常见的就R-Sync 或者说R-Clone 这样的一个一些开源的机制 方式来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方式里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它需要对整个的环境 比如网络 需要能够R-Sync 中间可以做一个这种Channel 能够打通两边的KBS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 它其实对这个网络要求很高 那这块来讲 我们其实也可以达到一个分钟级 比如说五分钟 十五分钟 根据用户的数据量来看 在这样的效果 那最后一个程度就是说 那这种网络环境也没有 那用户可能只能通过中间的中转的方式 我们通过一个比较常见的备份恢复 我们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同步的效果 那一般我们可以在小时级 来去做这个跨站点的这个数据同步 那这个就是要根据应用的业务的情况来看 那我们可能就是比如10%的核心业务 需要在上面的这种分钟级的 这个RPU 或RTO要求 那一般的业务 其实它很多时候可以去容忍 这样的一个小时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差别 那这一块是我们一个RTO 优化里面我们从这个数据卷的角度来去 列举的一些我们常用的方案 那接下来的话其实我这边就分享两个技术方案 那我们在这个真实的用户环境里面所使用的方案 那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一个国内保险公司里面 来设计的这个同城的这个融灾方案 那么在它的环境里面 他们一开始这个应用是都跑在容器里面 他们利用已有的这个同城的两个站点 去搭建这样的一个KPS融灾站点 那希望达到效果来讲 就是说我们可以容忍这个站点级别的故障 或整个集群级别的故障 那这里呢就是说它的一个就是特点是 它原来因为一开始大家上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容灾 那我的整个应用发布 整个应用管理其实都围绕着这个主集群的这个KPS来的 那在这个容灾的需求里面就是 它没法说因为我们要去提高这个整个这个应用的高可用性 我要去修改原来整个工作流程 那因此我们这个方案里面来讲 就是我们会使用我们的这个容灾软件来去达到这个效果 那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容灾站点部署一个这个容灾控制器 那它本身呢就是一方面提供这个界面 给用户来去做这个容灾配置 另外一方面呢它会去在两个这个生产跟容灾站点 去部署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容灾引擎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会去定时或者通过API接口 去把整个这个应用在生产站点的这些API资源都补货下来 同时会更新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容灾站点上 那根据它的这个不同应用的配置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应用设置成这个 Replica.0的这个下档的模式 或者说有些应用它是无状态的 我们就可以让它去保持在这个容灾站点的一个 我们叫House MI就是热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数据这一块呢 因为它是利用同层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存储复制 可以达到这个把数据去同步到我们的栽培站点 那我们这一块来讲就是通过这个流程上的对接 我们来去对接下面的数据卷的这个复制的管理 那包括这个数据卷的复制状态的监控 那从在切换的时候我们会去和下面的这个存储 中间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联动 去把整个的应用和数据都切换到我们的容灾站点 那在这个方案里面 其实最后的效果是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用户要求的 分钟级的这样一个容灾切换 那同时呢 对它的整个原有的生产的这个流程和体系是没有任何侵入的 那它应用本身也其实不需要做改造 好嘞 那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就是生物 生物医药检测公司的一个同层的一个容灾方案 那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整个这个应用场景也是蛮有代表性的 就是用户的应用系统它其实把这个应用部分会放在容器里面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数据部分 比如数据库 或者说一些数据服务 它还是放在原有的已有的这个机构设施 比如说虚拟机 物影机上 那这个其实很多用户在去做容器化改造的时候 都会有类似的一个倾向 对已有的这个应用的改造 我会逐步地去改造 把我的核心业务还是留在比较稳定的机构设施 因为毕竟它运行了很多年 这个整个经验都是比较丰富的 那我一些无状应用 或说一些新的这个业务 把它给发布在我们的这个容器环境里面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还有一个特点是 就是它的生产环境 它原来是有两套K8S 一套比较旧 一套比较新 但在做整个容灾规划的时候 从管理性角度 它在容灾站点 其实它有一套大一点的这个K8S 那它这个需求是 我需要容灾的时候 把多集群的这个应用 都可以切换到同一个这个集群上 那所以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另外呢 它的整个站点容灾 它需要考虑我容器里面 依赖的容器之外的服务 数据库和这个NFS 那所以呢 整个站点切换 从刘成长讲的话 我需要去梳理这个依赖关系 先去做技术设施 比如说虚拟机 数据库和这个虚拟机面服务的这个容灾 切换 这个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应用上的这个 这些资源配置 去做一个我们叫合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它给容灾到同一个这个K8S上 那整个这个方案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这样的方案 最后的效果也是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分钟级的RTO 好嘞 我这边就是介绍部分就这些 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大家看有些问题 我们一块来讨论 谢谢两位老师的那个分享 然后我们现在抽取一位这个 大家我问一下吧 就那个我看你那个容灾有 那个就是同步的时候 有有应用同步 数据同步 还有那个镜像同步 就刚开始讲那这个同步 因为传统的我们可能就离为 就那个容灾的话 有数据成容灾 应用成容灾 像你的那个应用 应用同步的话 同步的是哪 哪些东西 应用同步的话 举个例来讲 在KBIS 里面我们有很多YAML 就比如说 Department Confirm Map Secret 那这些是我们主要同步的目标 还有Service 这一类的这些配置信息 相当于还是一些应用的一些数据是吧 对 你可以认为是应用 是属于应用的配置 还有那个镜像同步 我理解和数据同步应该是一种吧 就是为什么要单独把它给拿出来这一块 这个是因为就是 就是镜像属于应用的一部分 但比如它是它二进制文件 那这块来讲 其实很多这个用环里面 它的就是镜像参户都是独立部署和管理的 因为它和Department Department属于这个研发册 然后它的生产册 这个Hubber 一般是说我的这个整个测试完了 没问题吧 推到这个镜像服务器 那我们在这个 融灾的这个站点 其实它还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独立的这个Hubber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根据上面应用同步的时候 同时我们要需要解决下面这个镜像的同步的问题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对 这里来讲的话 就另外一个考虑来讲的话 还是说那个 从我刚才讲到 就是从这个融灾的角度很重要的时候 我们在考虑不同的组件 它的RPU RTO属性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镜像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用户应用发布的频率 其实没那么高 但是我上面为什么应用我这边要单独来做同步呢 因为我们除了应用发布之外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呢 会有对应用的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会去打这样的一些 这个去改一些config map啊 或者打一些label啊 或者做nose 10的啊 这些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用户的实际环境里面有看到 就这些的话 就是说白了大多数用户 他其实没有严格到说 我对Promainless应用的所有的修改 我都能够去用我的这个发布流程来去跟踪起来 所以这种时候的话 我们就必须以一个更高的频率 把这些修改也都捅不过去 那我还有一个就比较就是老的问题 就是在KIPA这块做融栽的话 就是它还是手动切换好 还是自动切换好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我看到的一般都是手动切换 虽然它有自动切换的功能 可能这块可能是条件触发的时候 可能会误判或者导致什么东西 会导致错误的切过去 就会导致就是引发一些的问题 对 我可以这么说 以我这十几年的经验来讲 包括传统的 包括现在的 在真正的客户的生产环境 基本上都是手动来去触发的 因为就是从容灾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解决的就真的是说 我发生了一些非常critical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这些问题的话 往往环境会非常的复杂 就是说你用自动触发的情况下的话 你很难把所有的条件都考虑到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设计原则 就是我给用户的话 就是我的切换流程和切换的决定 都会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洁 自动化 但是这个容灾决定的切换的决定 一定是用户自己来做 因为用户他才会真正的会知道 比如我真正发生一个故障的时候 我是说做原地的恢复更有力 还是说我真的要切到容灾站点去做更有力 这种时候的话 这个决策权一定是放在用户 就按button的权力一定是放在用户这儿的 应该和我理解是一次的 我也这么认为的 因为自动的话确实不太好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 你没在会儿去做数据同步的时候 是每个机群会有一个代理吗 然后到每个node里边去拉数据 还是每个node上都有一个node 您是说数据的这一块 对对对 因为你其实代表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同步 其实像K8S直接拉过去 数据都存在的话 其实拉起来服务是一样的 对吧 应该也没那么一样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数据同步 所以同步这一块的话 我看上海艾速也做在一块 它是有node 去到每个节点去相当于去同步 对 就是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提到来讲的话 其实你是有不同的数据同步的方案 那就是像您提到 如果是像艾速的话 我确定它底层的实现是怎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会非常类似于REST 一个这种方式 就是我装agent的目的 就是说我会要把数据 券里的数据做一个备份 然后我再容在站点再去做恢复 只不过来讲对于容在来讲 我可能会持续的自动化的 备份恢复备份恢复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需要在每个节点去 至少有一个demon side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来确保 就是我在每个节点上的 这些数据券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备份恢复的这些方式去实现 那如果是说 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们如果是用这种存储 跟存储 底层存储方案 对接的这种形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 去定位到每个应用 你使用到这些PVC 它对应穿透到物理的存储 设备上它是哪个数据券 我这时候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调用存储的接口 然后来去在数据券层面 来去做复制 就跟这个 就不需要再去 在每个节点里面 在针对PVC层面 再做一些操作 那这种时候的话 它就是一个agent类似的 这种方式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